傳上去,所以在這邊完成檔 完成檔裡面的話有很多APK,其中有一個普利美食,這邊有個QR Code 你們等一下就直接拿那個手機有沒有,那個QR Code有個QR Code scanner 那你scanner的話就把它掃一下QR Code 特別注意,它會跳出說要你用什麼來下載,我建議各位一定要裝那個Google瀏覽器 手機預設那個好像裝會有問題 你用Google瀏覽器有沒有,來下載 下載這一個有沒有,然後再把它裝起來 一樣要在那個安裝應用程式那個地方,位置來源那個地方打勾 那就把它裝在手機裡面 至少把它稍微run一下,你會比較有那個感覺 最好,因為run完之後你才知道,原來這個APP裡面,它能夠做到什麼樣的效果出來 這樣你來做這些效果,你會比較知道邏輯,不然的話有些時候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 這裡面做出什麼,所以特別是你可以掃一下QR Code 掃一下QR Code 裡面的話 就會跳出那個程式出來 OK,第一階段 這個我想你們 再自行,再把這個部分 就是在完成 那剛剛講的部分的話 這個裡面的第1個跟第2個畫面,其實非常簡單 去這邊改一下 名稱Delete 然後放一個 這個一個圖 然後中間的話,特別注意這個前面也都講過 加一個那個 一個DIV 插入一個DIV,底下的話插入一個 這個NetBar 這個部分如果你稍微忘記也沒關係啦,因為其實我們前面的畫面都還在 所以你可以在雲端白板上面 看一下 我印象中應該在Google地圖裡面吧 不知道是這三個其中一個 有沒有還有影響吧 怎麼樣去找 這個地方 這個是 找那個經緯度的 這個是找那個有沒有 插入什麼呢 插入一個Map的 有沒有 大小 我前面有講過嘛 這個應該還有印象 然後怎麼樣去加 這個都一樣 基本上呢 這邊可以參考 另外 還有就是說 怎麼去插入 我想插入一個那個地圖 這邊有相關的 可以稍微回顧一下 還有就是說怎麼樣加那個NetBar 這邊也都有 插入DIV 這邊有個插入DIV的方法 從這邊 有沒有 1 2 這邊就有個DIV 這邊就有個DIV 所以做完畢之後的 NetBar部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做完之後 第一個頁面 從上面來看一下 我在這邊 打上結束 打上結束 兩個字之後的話 選舉它之後 記得 就是在這個地方 給它一個 給它一個ID 給它一個ID名稱 ID名稱我叫做END AND OK 那其他的話呢 頂多是在這個上面再加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ICON 因為我現在 在上面 只要有一個XX 不要文字 所以結束兩個字不要出來的話 可以在什麼呢 在這個頁面標籤裡面 去做設定就好了 做哪些設定呢 其實就兩個設定 第一個 我的ICON 就是什麼 Delete 有沒有這個地方 第二個我不要字 所以ICON的Paus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Notes就可以 所以 如果你要做出什麼呢 做出那個XX的效果的話 就這樣就可以了 ICON是Delete 沒有文字 那秀出來的話 我看直接 即時從這邊看一下 也可以 這個效果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不過地圖好像在這個模式裡面沒有辦法出來 OK那這個地方 這一個 就是這樣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的地圖將來要秀的話 你必須要先插入一個DIV 那這個DIV的話前面也講過了就是從那個 版面這邊有一個什麼 DIV 你插入DIV標籤 那插入到哪裡呢 插入到中間 中間這邊有一個content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 中間的 這一個 我們是這個頁面 對不對 這個頁面裡面的 我們的那個content content data rule裡面的content 就是中間的部分的下方 會有一個 中間的地方你可以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DIV 那插入DIV的同時他會問你說你的DIV的名稱要叫什麼 你就給他一個叫MAP底線DIV就可以 假設這個原來沒有對不對 你就插入一個什麼 版面插入DIV 那他會問你說你的ID名稱這邊叫做MAP 底線DIV就可以了 那把名稱打上去 MAP底線DIV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邊會幫你出現 那這邊有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可以把它刪掉 不需要 我們主要是 要在這個中間 有沒有顯示地圖就好了 再來底下的部分呢 要做什麼 做一個NAP NAP應該還有印象怎麼做吧 如果忘記的話 請你再回頭看一下 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第一個的話 就是要先插入一個什麼 也是一樣 要先插在那個 Foot底下 這個原來底下通通是空的 應該是在 顯示地圖 這個DIV 應該是 在這個吧 原來是 Foot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講 一樣要先插入一個DIV 再把那個DIV的那個 他的那個 這個有沒有 他的DataRaw 改成那bar 他在裡面的增加 三個項目符號 三個項目 1 2 3 分別在這上面 也是一樣 做 超連結 第一個顯示地圖 那點下去這個 不會有反應 所以連結的話 就連結 給他一個超連結就可以 名稱的話呢 就是 Btn show showmap1 那底下這一個 底下這一個是 連結到home 所以連結到home 然後名稱的話呢 我給他叫做 BTN show home1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講義裡面的 或者書上面的 第3個 第3個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new new的那個頁面 就剛剛我們新增那個頁面 new 然後 這個地方 名稱叫 BTN 底線 Create 這個 這個 Create Create 這個地方的話 然後 1 給他這個名稱 那因為呢 在下一個頁面的 這個netbox 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 把這個選舉之後的話 call到下一個頁面來 就可以了 上面多一個返回 就是會有一個那個返回的 按鈕 所以這個返回按鈕 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第一個 先把home的部分先完成好了 OK啦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